这个叫有意义的生命 所以我这样讲 首先我们要了解生命的原理 所谓的快乐痛苦 并不是佛神在决定 决定在什么 在辈子行为反作用力 很简单的说 思想引导行为 行为创造命运 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还有恨 还有报复 还有斗争 这是最可怕的思想 我们之所以愿意来归一三宝 就觉得佛不会害我 佛永远爱我 佛不是光爱你 佛爱一切众生 我们被佛的思想感动了 修行分这两个 修就是思想 行就是行为 所以过去那种自私的 报复的自我的 傲慢的思想 改变成为一种 清静的 慈悲的 忍辱的 关怀的 思想 这个叫凶 这样 过去你可能会恨人 他对不起你 他感情欺负你 你会生气 那是这个是凡夫的事 但是你现在开始归一三宝了 那就要相信 以佛做我们的模范 来引导我们的思想 所以一定要看佛经 听佛法 我们的思想才会跟佛陀思想一样 空性 关怀 那行为呢 过去是竞争的 斗争的 想要赢过别人了 甚至想要伤害的 现在变成只有一个行为 就是慈悲 拥抱众生 这个叫修行 这个修行 不见得你是佛教徒 现在很多佛教徒 很喜欢手上挂一大腿 我是佛教徒 这个不简单 因为佛教徒是 你不见得是出家人 你可能是个老板 可能是个工人 可能是个司机 但是因为你是佛教徒 所以你不会开车莽撞 不会去制造伤害到别人的 这个人没钱 你也可以在他一层 因为我是学佛的人 我用佛教的思想行为 才做事情 所以观音菩萨手上 永远拿的是甘露 它不是武器 它是甘露 这有时候他们叫我去看 圣理真的 我说哇 永远拿着刀 哎呀 很可怜 还被烧死 因为无论如何 不能发动攻击 不能发动战争 在佛教里面 就是说 虽然我救了一万人 然后呢 我要杀死一个人 佛教徒认为 这不妥 不好 除非 你这个人 要杀死这一万人 那你必须把他杀掉 你可以救一万人 那可以 但是为了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下地狱 你要愿意 就说 我愿意承担 然后呢 这个人 我把他杀了 然后我还负责 生生世世要杜他 杜到他成佛为止 而不是说 把他杀了就 就没有了 这也是一种承担 接受 替一万个人承担 也替这个要杀人的承担 他的动机 所以我想 各位如果愿意成为佛教徒 并不是说 因为我皈依了 而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 起心动念 都要思维的 要想的 我这样做 是不是为自己 是不是自私 是不是保护自己 我这样做 应该是纯粹 为了要承担他的苦 这样才可以 做个比喻好了 你的先生外面有一个女人 被你知道了 那你皈依了 你一旦路上碰到那个女人 你不能骂她 你要牵着她的手说 这女人好苦 有了感情就 你的苦跟我的苦一样 我们还爱同一个人 但是你不能有伤害对方的想法 因为你是佛教徒 所以佛教的故事就有一个这样 有一个印度的悲女 印度的首脱落 然后呢 因为她的女主人 她的女主人 喜欢拜佛 她先生就经常去拜佛 叫你怎么办 她说这样好了 我去乡下找一个小女孩子 来帮你煮饭 服侍你 如果煮得好 你让我那几天去拜佛 因为她一个月要六天 把关灾 她很想去 然后她老公就同意了 结果她就为了这个 在乡下找一个又漂亮 又乖巧 又会有能力的小女生 来帮她做家事 她不在的时候 她帮她煮饭 然后她就很谢谢这个小女生 她也对她 她先生给她薪水 她又给她一份薪水 就是希望 因为她认为 我一辈子做皇后 还不如去受一天 把关灾结功德 所以这个小女生帮我很大 那这个小女生起了坏心 她想说 我在乡下这么穷 你看这个男主人 现在对我越来越好 如果我能够把这个女主人 干掉的话 那我就变成大夫人了 全部财产都我的而已 我身份就变了 她就起了这个坏心 所以有一天她在厨房 在煮热水 女主人在煮热水 很热很热的时候 这个小婢女就拿 淘了一盆水 最热了 她往女主人的脸 泼过去 要把她毁容 她一毁容以后 她想她老公 就不会爱她了 结果那个女主人 那个热水 一泼过来的时候 她还想 所以各位要保持正念 我是佛教徒 没有这个小婢女 我怎么可以参加这么多次的法会 八观再接 我感恩她 感恩她 她因为被她的烦恼所影响了 才会想要这样做 她不了解 就算我离婚 就算老公不要我 我最高兴 我可以去出家 我就是想要修行 所以那个水 泼在她脸上的时候 变凉水 各位 这就是真理 你一生气热水 凉水也会变热水 因为她有这个悲心 因为她是佛教徒 她不能恨对方 她还要感恩的对方 所以热水变凉水 那个时候旁边的工人 看到了 就把那个小女生抓起来 大 女主人对你那么好 还给你这么多钱 你可以伤害她 结果女主人扑过去 赶快救她 不让她被打 然后我就说 没有关系 今天我水煮好了 我要去拜佛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各位 这个叫佛教徒 然后她带她去 这个小悲女就很伤心 就很谴责自欺 女主人不恨我 还要带我去见佛 她就很惭愧 到了佛陀面前 佛陀就赞叹她 哎呀 罗许你啊 当这个悲女 想要伤害你 你怎么想 她说佛 我归宁你 我按照你的思想 才做事情 不能有恨 如果这个热水 泼在我脸上 这也是我该受的夜报 一定我伤害过她 所以我只是觉得 她很可怜 出生这么可怜 现在又有这个心态 所以我带她来见你 所以佛陀呢 就赞叹她 那个时候那位小悲女 更惭愧 我真想自杀 躲到地里面 佛陀一点都没有怪她 佛陀说 没有关系 你只是一时 被你的情绪 占有欲 冲动 影响 佛陀就给她讲道理 讲一讲以后 讲四圣体 那个悲女就很惭愧 皈依了三宝 不但皈依三宝 跪在佛前 发育了佛 我生生世世 把我的女主人 当作父母一样的 用我生命来服侍 就两个就抱在那边哭 你看各位 因为她用佛陀的思想 得了一个最好的祝愿 所以后来连她们老公 都给她们感动了 六天你们两个 一起去受八观摘吧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 如果你归法了 你的思想一改变 世界就改变了 所以我想 归三宝里面 最主要是法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方法 你要用在你的思想 语言行为上面 不管你是个军人 不管你是个医生 我是个医生 不是说我 我开大道赚钱 我尽量的要让对方 一天就好 这个人像我妈妈一样 这个叫佛教徒 因为我们是接受 佛陀教育的人 这样 那身为一个佛教徒 他就要对 所有宇宙的众生 天主教基督教 都要为他们祈祷 愿他们能够早一点 升天 最后呢 也能够脱离痛苦 希望最后呢 也能够归一三宝 所以我想我们 今天大家愿意归一 以后 不要再归一你自己了 我们的 我们要的是用佛法 不是想法 我们要用的是佛性 不是个性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 一个归三宝的人 测血型测不出来 因为他没个性 真是如此 我们修行到一个阶段 你测他血型会变的 所以到了阿罗汉以后 已经没有血型了 因为他的内心里面 就一直维持在那种 清静 但是要维持清静各位 可不容易 从今天开始要打仗了 知道吧 请问 敌人是谁 就是这样 开始战吧 所以在归三宝 跟归三毒 贪嗔痴 我们以前是归贪嗔痴 三毒 然后就会指挥 我们的身口一造业 所以就不断地在轮回受苦 从今天开始 转贪心为菩提心 这个叫归佛 归佛要发菩提心 以前我们归自己的贪心 这个叫什么 猪八戒 杀物净 猪八戒代表贪心 杀物净不孝的叫称慧 孙悟空代表乱想乱想 小聪明 聪明跟智慧180度 不一样的 就叫孙悟空 猴子 唐三藏代表我们的本性 佛性 所以我们要归于唐三藏 这种清净的佛性 不要再归于诸如八戒 杀物净 孙悟空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利用这三个来帮助你 所以身体要守戒律 叫诸如八戒 不要贪心 嘴巴要清净 不要爱生气 所以叫杀物净 心里不要像猴子一样乱跳 要悟到空性 叫孙悟空 这样你就可以到西方 找到真理 得到解脱 利益壮神 倒架此行 所以我想各位要 了解归于的意义 那我们今天归于 不谈自己归于 今天比较特殊 各位一定要 意念的 累劫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我归于了 我发誓要带着你们 归于三宝 我归于所有的功德 我要帮助你们解脱 这个叫什么来 一子得到 九旋七祖进朝圣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用 用一个三宝弟子的心态跟行为 你连吃饭都是功德 你每一个时间连睡觉 我干嘛睡觉 我睡觉 我体力好了 我明天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可以再做 你看 所以你睡觉是不是功德 今天你跑到街上去 shopping也是功德 因为你买的东西 你责任背在身上 虽然我能力不足 所以一个代表 智慧 一个代表 慈悲 那一人穿一件好了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一定要穿着 这代表一种承担 上面有很多块布 这很多块布代表什么呢 就是二十五有众生 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众生 有二十五种 你都要背在身上 这个才是成为一个佛弟子 所以各位正式皈依以后 或受五届 你就应该去请一件咖啡社 参加宴会就穿出去了 人家问你 那你就有机会解答了 所以像我 我以前是搞旅游的 也是跑来跑去 那现在做个出家人 人家就会问你 特别在机场 对不对 问你 意思他就会反应 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有机会跟他解释 你在吃素 他还问你 你为什么要吃素 那你就有机会 哎呦 每一块鸡啊鸭都会痛哦 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听一听以后 不好意思 他就跟你吃素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有一个 跟别人不一样的外表跟穿着 这不是标信力 而是说 希望借着这一些 能够去让别人注意你 而学习你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师父常过说 你要穿着出家衣服 坐在机场坐在那里 都不能打瞌睡 你不要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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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